好,那我們比今天輪胎呢身為選手前三代的輪胎品牌 我們不斷地以領先的科技研發與創新並持續地來使用可持續性的材料來提供高性能的產品 我們呢在輪胎賽道和運輸領域都是技術的領導者 那我們的目的呢就是要來帶著同業以及同伴持續地來進步 好,那我們接下來歡迎技術副經理Freddy為大家做產品的介紹 歡迎Freddy 好,謝謝 在這邊要尊投家致敬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公路運輸業他們日常運輸會有怎麼樣的營運成本 第一個呢最大的部分就是油料 第二個呢就是司機大哥們的薪資 第三個是購車的成本 第四個是輪胎 第五個是保養跟回修 那這個其實都非常好理解 就車子只要移動就會有支出跟損耗 那米其林機管身為一個輪胎專家 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輪胎的結構 其實它大卡克車的輪胎大家都會覺得它很重很強壯很堅固 但是不要忘記喔,它還是一個很強壯的大氣圈 它是會扭曲變形的 那輪胎會受到三種力 每一個輪胎都一樣在滾動的時候它會受到三種力的影響 而產生扭曲變形 第一個是縱向的 縱向的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就是說,比如說你在一個很重的時候 在原地起步加速的時候 可能傳動軸跟輪圈已經動了 但是輪胎還沒動 這樣子的輪胎跟拉扯 反覆來煞車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第一個影片 這裡看不到它的變形 但是可以看到它在暴躍 那就是輪胎在跟地面做抗紅的力 再來第二個是大家非常清楚 比較熟悉的就是橫向的拉力 就是在轉彎高速變換車道的時候 它產生橫向的拉力 各位可以看到它輪胎變形的程度 輪胎變形的程度 有時候很多時候就會輪圈已經先過去了 但是輪胎還沒跟過去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橫向的拉力 第三個呢就是垂直的力 垂直的力就是載重的時候 把輪胎壓扁這個垂直的力 那垂直又再遇到轉彎 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跟什麼樣的扭曲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影片有點累了 它這個扭曲的程度就已經非常誇張了 就是在載重在臥溫的情況下 它就會有很誇張的扭曲 那這通常就是我們白話來講的就是能卡 就是轉彎的時候已經亂講了 車子已經過去了 但是輪胎沒有跟過去了 所以米其林身為一個輪胎專家 我們非常知道輪胎的受到的考驗跟任務 我們會不斷的研究跟改善這樣子的情況 讓變形的程度達到最小 再來我們看一下22.5吋輪胎的輪胎 22.5吋輪胎就是會看到現場的重型卡車 15噸以上的跟遊覽車 它都是用22.5吋輪胎的輪胎 它的輪圈的直徑是不變的 那從早期一、二十年前 導入的是12R 22.5 它的扁平比是90% 是胎面的90%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它幾乎是正方型的 那再來現在 目前大部分都使用的是315-80 就是胎面的80% 它會再比一點點 那現在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315-70 又更扁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眼鏡呢 因為過預約最重要的就是載重 那過去因為材料科技的問題 所以我們只好把輪胎加高 讓它胎幣更高更厚 可以承受不大的載重 但是這樣子的設計 它就會犧牲掉一部分的操控和安全性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米其林提供的更好更安全的解決方案 就是全新世代的卡車台 我們來看看 一點平平的A級均主Si Energy 它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胎幣就直接短和3公分 請各位回想一下 剛剛看第二個跟第三個影片 它減少了3公分 就減少了它排到的幅度 所以很直覺的 它就是會更好操控 更好開 更安全 那為什麼會更安全呢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兩個人在跑步 一個穿平底鞋 一個穿高跟鞋 哪一個比較安全 哪一個腳會留上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而已 再來它的車高會降低 那路上我們會看到很多超車 其實裡面是遺體 那它在轉完之後回正呢 雖然車子你看它車子已經回正了 但是它裡面是遺體 因為慣性它裡面的遺體還是在旺 那車子越高的話 它的防洞就會越大 就會越危險 那其實載貨也是一樣的情況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在一級車 在一級車 新車在打造車廂的時候 因為車高降低 我可以打更大的車廂 增加更大的容積 更多的載貨量 另外一個好處呢 它就是半徑縮短了三公分 就是從這個最中央 從最中心的傳動軸 所以從最中心的傳動軸 到地面的距離 時間短了三公分 時間短了三公分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動力的傳輸更直接 它動力的傳輸路徑更短 能量的損失更少 駕駛會非常明顯的感覺 更離得多 因為它的加速 煞車都更快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成功把輪胎收成了 就是315-70 S9 Energy D 它是比3 我們自己加的315-80 S8 D 它減輕了12公斤 那減輕的時候12公斤 它就會減輕引擎的複長 減輕油耗 那為什麼減輕重量 會減輕引擎複長 會減輕油耗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示意圖 螞蟻它是從引擎變速箱 傳動軸到骨胎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你要在傳動軸上裝一顆70公斤的輪胎 還是要裝一顆58公斤的輪胎 請問一下 讓馬力不變的情況下 轉70公斤的輪胎比較簡單 還是轉58公斤的輪胎比較簡單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各位或許有聽過 就是賣魚圈的人 常有一具骨頭場 就是輪下一公斤 輪上十公斤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輪胎率圈減少一公斤的話 可以減少車上十公斤的輪胎 這個數據不全然堅確 但是這個邏輯是完全是對的 那這裡更特別跟各位說一下 MARTY G 跟 S9 Energy G 它不是用在傳動軸 我們有傳動軸專用的滴花 但是也是一樣 跟巴黎系列減重的12公斤 所以它也會直接減少輪胎的輪胎 那各位會非常關心的就是 那把輪胎剪得那麼重 那我後音樂最重要的輪胎是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 跟我們的3U80 S8體積比起來 它的輪胎指數跟速度級別都是一模一樣的 暗輪156 副輪150 速度級別都是R5 都是120公斤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代表它是輪胎一樣的強壯 一樣的載重能力 一樣的健康 剛剛已經講完 我們行車最最最重要的安全 我們現在來講 各位商用車老闆們最關心的 油耗跟健康 輪胎 輪胎會影響油耗的有三大阻力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輪動阻力 輪胎對地面跟輪動阻力 阻力越小它就會越少 第二個就是重量 重量剛剛有說到 你減輕它的負債 它就會直接減輕它的油耗 第三個就是胎壓 它的影響最小 但是不正常的胎壓 油耗也會不正常 那以上這兩點 這兩點都被我們X9 Energy成功的客戶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輪胎的輪動阻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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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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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解釋一下這個影片 它就是在一模一樣的條件之下 時速20 油門放掉 我們的X9 Energy可以滑得最低 就是滾動阻力越小 那如果你覺得滾動阻力還很抽象的話呢 我給你一個實際的生活的例子 就是譬如說你在到處公路開車 你油門放掉 你輪胎的滾動阻力如果很大的話 你的車速就會掉得很快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不油門去維持它的速度 可是你輪胎的滾動阻力如果很小的話 你油門放掉 它一樣會很快 一樣會保持一樣的速度在滑行 這就是為什麼輪胎的滾動阻力越小 它就會越升油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所以滾足越低它就會越升油 除了省油省錢之外 它還會有很多效率 在分秒力真的過運業 很多時候時間就是減輕 那只要降低加油的頻率 每一次下高速的路加油 它都是半個小時到40分鐘的時間 這個也是會節省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在台灣在2022年 我們實際做了一些測試 我們找了17噸到26噸的異級車 做了節能測試 那實際測試下來呢 它會接有6%的效果 6%是什麼樣的數字呢 每個月如果假如CX15000公里的話 就可以省7400塊的油錢 那一年下來就可以省下89000塊 那這個金額大概又可以再買6條新的輪胎 這是一台車一年的金額 那我們不用什麼太大的運輸公司 不用什麼大車隊 其實我們只要3台車一年就可以節省26萬8千塊 這個金額其實是非常金額的 再來使用米其林的輪胎也是兌換金額站 使用我們的輪胎這樣子的情況下 會減少26000毫金的燙排放 那一顆數呢 一年那它會減少12公斤的燙排放 如果使用米其林的輪胎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等於重了2243噸 幫我們的地球總了一點數量 那這也是我們米其林機關 我們這幾年一直設定的目標 就是要建立太太棒 環核地球的環化 這是我們基本的設定目標 那以上就是X9 Energy全系列的產品 那產品介紹到這邊 那歡迎各位跟我一起到場櫃 我們去介紹我們的實際的產品 跟一些其他的相受不同 那我們現在的產品